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道格拉斯A20是美国最早使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之一 在给它换上轻巧的履带式起落架后 不但可以有效减小接地压强 还能提高其对恶劣地形的适应能力 其中减小压强恰好就是重型飞机所需要的 B36是当时最大最重的轰炸机 起飞重量超过了180吨 如此巨大的机身重量导致起落架和跑道都不堪重负 用几次就要更换轮胎 跑道还要时不时的重新养护 就算再有钱也不能这样花呀 最终他们决定给B36换上履带式起落架 不但解决了压强的问题 还能让如此重的轰炸机可以在普通的机场跑道上起降 但是与之伴随的缺点就太多了 安装了履带的轰炸机比原先重了两吨 摩擦力以及起飞距离也随之增加 地面转向困难 最重要的是每次运转的时候都会发出圣人的尖叫声 让起飞和降落都变成了惊悚的恐怖片 履带起落架的零部件多 出故障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所以最后呀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回了常规起落架 视频元素来自Air Boyd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剧作 感受最美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